同学们好,我们学习第三节,金融负债和权益工具的区分 在这一节里面,我们要介绍这么几个问题 第一个,金融负债和权益工具的区分 第二是复合金融工具 那第三,永续债等类似金融工具的会计处理 我们先看第一个问题 金融负债和权益工具的区分 就说我们发行金融工具了 到底是金融负债还是权益工具 有的区分起来容易 比如说就是发行普通股,收到现金 那这一定是权益工具,所有的权益 你要是发行债券 我们收到现金,以后要还本付息的 你要从银行取得的长期借款 看他经济业务的实质 在第一章曾经谈到会计信息质量要求 实质重于形势,会计信息质量要求 那在这一节呢也会有应用 你不要说简单的只看一下法律的形式 还要关注经济业务的实质 那下面我们看第一个问题 金融负债和权益工具区分的总体要求 就是总体上我们有什么样的要求 那当然就得知道什么是金融负债 什么是权益工具 按照定义来 这样才能够进行区分 那第一个问题 金融负债和权益工具的定义 我们看金融负债 是指企业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负债 也就是下面啊 只要符合之一 那它就是金融负债 第一 向其他方交付现金 或其他金融资产的合同义务 比如说我们要向人家付现金 发行债券筹集资金呢 我们要以后向债券持有者 支付利息长存本本金要付现金 但是有些情况说其他金融资产 反正也必须得金融资产 这样的义务 比如说发行的承诺支付固定利息的公司债券 要是从银行取得借款 别管短期长期 我们要承诺以后付利息付本金 那这是要交付现金的 你再比如说 由于奢购商品形成应付账款 那你应付账款以后要付现金 进行偿还的 那都属于交付现金 或其他金融资产的合同义务 那第二个 在潜在不利条件下 我们谈到金融资产是潜在有利的条件下 那这是不利的条件下 与其他方交换金融资产 或金融负债的合同义务 那如果有这种情形 也是属于金融负债 说例如 甲公司向乙公司签发一项 在六个月后 以每股十块钱的价格购买 A上市公司股票的看涨期权 是甲签发的 向乙公司签出的 那实际上来说 乙的那边 他有权利 甲是签出给乙的 乙是要支付一个 弃权费 乙要付给甲 乙又有权利 那六个月后 标的股票的市价超过十块钱 乙呢就会行权 乙也就说 那他买股票 每股就付十块钱 你股票的价格 比如涨到十五十八 人就付十 所以你钱在不利的条件下 这不是有利啊 你要说属于有利 他不行权才好呢 他给你期间费你白拿 现在不利的条件下 那我们要交换 现金 或者交换金融资产 比如说你要 自己去买股票 买完股票去给你 也可能说 将来以这个 普通股什么 进额进行结算 这就单说了 就交换其他金融资产 所以说到这个问题 钱在不利的条件下 这样呢 甲收到期权费 借银行送款 带衍生工具 我们应该把它在 什么地方列邦 负债部分 这是一项金融负债 而不是权益工具 因为你要交换现金 交换金融资产 这个是当然交换 比如说股票那些金融资产 那第三 将来需用 或可用企业自身权益工具 进行结算的 非衍生工具合同 就是你自身权益工具 就自己的股票啊 当然属于是 非衍生工具合同 其他企业根据该合同 将交付可变数量 的自身权益工具 你交付的自己股票 数量不固定 叫可变数量 那就是一个负债 我们前面谈金融资产的是说 我收到自己股票的股数 可变 而这你要是交付自己股票 你有这种义务 金融资产是说 我们有这种权利 说例如 企业取得一项金融资产 并承诺两个月后 向卖方交付本企业发行的股票 你现在取得了 说两个月之后 我把我股票给你 那你看交付股票 股数能不能固定 如果能固定可以 就是权益工具 什么意思 你固定的话 我就能够确定 这个时刻的每股净资产 我现金收到固定了 那股数固定 每股金融资产就定 但你现在股数不固定 你体现不了一种剩余 说每股金融资产有多少 不知道 那下面看 交付的普通股数量 根据交付时的股价确定 那你这个承诺的 就是像金融负债 因为股数不固定 比如现在取得金融资产 一共呢 是一百万 我以后呢 交付自己股票给人 那就说 给对方 那你这个股数 如果说每股要是五块钱的话 我们就是交付二十万股 那让每股是十块钱 那我们就交付十万股 你未来交付自身普通股数量不定 不定没有办法确定这个真正的剩余 没股金融资产 不知道 不知道 那收到一百万 就是金融负债 就是你确定是 到底是在负债部分猎豹 还是属于所有者权益部分猎豹 解决这样的问题 说再如 甲公司发行了名义金额为一百元的优先股 名义金额是一百块钱 合同条款规定 甲公司在三年后将优先股强制转换为普通股 不考虑股息等因素 优先股转换成普通股了 股数能不能定 那优先股也不是衍生工具 它是非衍生工具 不像说看涨期权 看铁期权 股票期权 股指期货 这些是衍生出来的 它不是 它非衍生工具 那我们再看 两种情况 若转股价格 为转股日前一工作日 该普通股市场价格 意思就是说 你发行名义金额一百元的优先股时 我们并不知道 未来转换的普通股的股数 它是根据 转股之前一工作日 普通股市价来定 股数没有定了 就是金融负债 那就说 你没有办法来决定美股净资产 那再看B 若名义金额为一百元的优先股 转换十股普通股 定好了 股数定 那就说 以后就转换成十股普通股 你股数定好 我们现在 说你现金也定了 没问题 股数定好 每股净资产数是有的 能够体现胜余 能够体现胜余 它就属于权益工具 那如果是权益工具 核算时 反映到其他权益工具里去 就应该在所有者权益那部分去劣势 那在不同的地方进行势 对企业财务状况是有影响的 那有的一些企业 当然有些 愿意往权益这方面劣势 减少负债金额 这样我们算的资产负债率的一些指标 对外看起来可能会好一些 那接下来看第四 将来 需用或可用企业自身权益工具 进行结算的衍生工具合同 我们前面说的是 非衍生 优先股 非衍生的转换成普通股 那这个说 衍生工具 由于基础工具存在衍生出来 衍生工具将来会有一个结算 比如说我们要有股票期权 等到行权时 我们付给现金 每一份期权多少钱 可以得到公司一股股票 要有个结算的问题 说但 以固定数量的自身权益工具 交换固定金额的现金 或其他金融资产的衍生工具合同除外 如果说 结算的时候 交付现金的金额 以及呢 普通股股数都定死 那你每股金融资产数还是知道 还能体现剩余 那是权益工具 不是这种情形 就没有真正体现剩余 就应该是金融负债 比如说股数不固定 或者说现金还没定 那这两个都没定 一样的肯定都是金融负债 我看例如 假公司于21年2月1日 向以公司发行 以自身普通股为标的的看涨期权 根据该期权合同 如果以公司行权 行权价格是102 以公司有权于 二年1月31日 以每股102元的价格 从假公司购入普通股 1000股 这是一个看涨期权 就买入期权 当然对于假的这边 它是一个签出期权 以示要付一个期权费 给假 我们看A 而期权的将以普通股 净额结算 也就是说我们最终 以要行权 我们是 要给人普通股 净额 把你自己股票 给人多少股 若22年1月31日 看涨期权的公允价值 为2000 就要值2000 那比如 原来的行权价是102 那现在的每股市价是104 每股 两块钱的期权价 一共1000股2000 那现在支付的交付普通股数量 就大约是多少呢 2000除以 每股市价104 等于190 那你交换这个股数数量不定 这肯定是属于金融负担 就属于金融负担 那只有是股数都定 如果涉及现金 现金也得定才是权益工具 否则都是金融负担 我们再看下面的是B 期权将以普通股总额结算 那22年1月31日 甲公司将以固定数量的自身股票 1000股 换去以公司支付的固定现金 那现金 因为它的行权价是102 一共1000股 所以最后10万2000 以给我们10万2000现金固定 我们给它的股票股数固定 1000 那就是权益工具 能这种情况 现金固定股数固定 也就是说 以自身权益工具进行结算 可能把它分了为金融负担 那你股数不定啊 实际上它 说是自身权益工具结算 它是一个现金的替代品 我只是没付现金 按照正常供应价值付出股票 但如果股数固定 现金固定 这不是什么替代品 已经明确了多少股 数字是定死的 能够体现真正的剩余吗 每股净资产的数字是知道的 下面我们看提示 一 合同负债不是金融负债 合同负债啊 是说 我现在 从客户那边 执行收入准则 预收的价款部分 那你收钱以后要干什么 要给人提供商品 或者提供服务 它并不是属于交付现金 或其他金融资产的合同义务 那这就不行 我们要谈到的金融负债 那如果付现金 那你是交付现金 或其他金融资产的合同义务 这是一个明确的问题 那比如说 我们现在 要是代销 钱的都我先收 收100万 百分之六是我的 然后说 百分之 九十四 我还要给那个委托方 那你真正的收钱 现在没有提供商品是钱收了 你只能百分之六这一部分 那是合同负债 将来你要确认收入 剩下的百分之九十四 你要以现金的形式交付给委托方 那是属于金融负债 这是不一样的 因为我们百分之六部分 这个代销 你要提供一些服务的 那下面我们看 我说金融负债 那刚刚也谈了 交付现金或其他金融资产 这是一种 第二呢 以自身权益工具结算的非衍生工具合同 你自身权益工具是股票 股数不固定 我想交付的时候 但是股数现在不定 那是金融负债 第三呢 以自身权益工具结算的衍生工具合同 股数或交换的现金 或其他金融资产金额不固定 你有一个不固定的 都是金融负债 也说过股数或者交付现金数 两个都定死的 那是权益工具 我们看一下20年的单选题 假公司为制造企业 下列交易或是像形成的现实义务 属于金融负债的事 这是形成现实义务 哪个是金融负债 A 为以销售产品 即其质量保证金五千万 那这是属于货有事项准则里面的预计负债 并不是金融负债 不是说就一定交付现金其他金融资产 那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 用原材料或者什么样的方式去充填预计负债 那B 按年度奖金计划计题的应付职工薪酬30万 那是职工薪酬 也不属于这里的金融负债 执行职工薪酬准则 C 预收 以公司商品采购款800万 那商品采购款800万啊 我们应该反映到合同负债里去 以后应该是向客户提供自己商品或服务 那你这商品采购款要提供商品 那也并不属于金融负债 D呢 向证券公司介入 并上市公司100万股股票 那对外出售 那这一部分还是要还 那介入股票 所以它应该属于金融负债 那D是正确的 17年的多选题 下列各项中 不属于金融负债的有 A按照销售合同的约定 预收的销货款 我们也说过 它应该是反映到合同负债 不属于金融负债 B呢 按照产品质量保证 承诺预计的保修费 这也不属于金融负债 就预提产品质量保证费用 预计负债 来进行核算 C呢 按照采购合同的约定 应支付的设备款 买设备 应该付款没付呢 按照采购合同的约定 要支付的 那你要付现金 所以它应该属于金融负债 当时反映应付账款 我们要把它冲掉 D 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 应支付的职工的公司 呃 职工薪酬 来规范 所以这也不算 正确的就是ABD 第二个概念是权益工具 其实我们在前面啊 金融负债部分 金融资产部分 也都谈到过权益工具的概率 权益工具体现的剩余吗 是资产减去负债之后的剩余的 是属于所有者权益 我们说看一下在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情况下 那企业应当将发行的金融工具分类为权益工具 一个该金融工具应当不包括交付现金 或其他金融资产给其他方 或在潜在不利的条件下 与其他方交换金融资产 或金融负债的合同义务 比如说我们现在发行了股票收到现金 没有义务 以后呢 像什么持有股票者 一定付什么现金的义务 它不像说债券 你要还本付息 不用交付现金 或者其他金融资产 那第二 将来需用 或可用企业自身权益工具 结算该金融工具 这一部分 自身权益工具 就自己股票来结算 那这个就要看到底是现金替代品 还是真正的属于权益工具 你要现金期待品 它就金融负债 那如为非衍生工具 该金融工具应当 不包括交付可变数量的自身权益工具 进行结算的合同义务 你要非衍生的 如果说将来交付是股数定次权益工具 你要可变的就不行 可变的交付的这一部分就形成的是金融负贷 那如为衍生工具 企业只能通过以固定数量的自身权益工具 交换固定金额的现金或其他金融资产 结算该金融工具 所以就说 衍生的有一个结算 那结算的现金得固定 股数固定 就是权益工具 否则每股金融资产进不了 那都不行 都是金融负债 企业自身权益工具 不包括按照 我们金融工具 相关准则分类为权益工具的特殊金融工具 它本身是金融负债 但是出于一些特殊考虑 把它分类为权益工具了 不包括这个 那不算自身权益工具 也不包括本身 就要求在未来收取 或交付企业自身权益工具的合同 这都不算 所以我们看一下权益工具 说不包括交付现金 或其他金融资产的合同意 体现剩余 第二 以自身权益工具结算的 非衍生工具合同 如果有 用自身权益工具结算的 要求股数得固定 才出于权益工具 那第三 以自身权益工具结算的 衍生工具合同 衍生的有一个结算 要求股数现金都得固定 那属于权益工具 下面我们看第二个 区分金融负债和权益工具 需考虑的因素 我们怎么进行区分 一个合同所反映的经济实质 就是实质重于形势 会计信息质量要求 不是说按照他的法律形势为依据 还是要看他的一些经济业务的实质 那当然运用我们前面相关的一些概念 权益工具金融区分的一些原则 来进行区分 然后再一个是工具的特征 工具到底是什么 企业应当全面细致的分析 此类金融工具 各组成部分的合同条款 有时条款可能处理不好 本来想把它分类为权益工具 最终去金融负债 那这是在上市公司是有的 企业是作为权益工具 后来一看合同条款不行 注册会计师不同意 转到了金融负债 你整体判断的工具 划分为金融负债或者权益工具 那也有可能是属于负荷金融工具 有负债成分也有权益成分 工具的特征 下面第二 金融负债和权益工具 区分的基本原则 从定义理论我们看到了 那你在进行区分的一些原则 我们看基本原则 交付现金或其他金融资产 是不是属于无条件避免 就这件事情要交付现金 或者其他金融资产 然后下面一个交付自身权益工具 前面也说过不要认为交付自身权益工具 就一定是属于所有的权益 那不是 先说交付现金或其他金融资产 要是不能无条件避免 避不开 我就是要付现金 那按照金融负债说 交付现金或其他金融资产的合同义务 那就是呗 所以这种情况 那就金融负债 你避不开就金融负债 那如果说我能够进行避开的 那避开这种情况全意工具 那后面再会谈说什么样的情况 算避开 也是说交付现金 其他金融资产 但是我能够避开这个事 权益工具 那交付自身权益工具 自身权益工具 如果涉及的是非衍生工具 你用自身权益工具结算 有的是非衍生工具 那比如说优先股转换成普通股 那优先股就是属于非衍生工具 它不是衍生出来的 那有的是衍生工具 那比如说股票期权啊 认股权益啊 那这些衍生的 如果是非衍生工具 你将来要交付自身普通股的 股数定次权益工具 股数如果不确定 那就金融负债 就股数也是说谈可变股数 金融负债 要注意分清这个问题 如果是属于衍生工具 有结算 要是固定换固定 比如说固定的现金 固定的股数 每股净资产也有了 那是权益工具 不是说其他的 那叫金融负债 比如股数没定死 或者是现金数没定死 或者两个都没定死 那就金融负债 那总的基本原则 我们一个一个看 一 是否存在无条件的避免交付现金 或其他金融资产的合同意义 就说能不能无条件的避免这件事情 避开行 避开不行 第一 如果企业不能无条件的避免 以交付现金或其他金融资产 来履行一项合同义务 那这个合同义务 就是金融负债 符合金融负债定义 从银行取得借款 我要按期付利息 你避啥呀 必须得付 那他就金融负债 你们第一个 不能无条件的避免赎回 借金融工具发行方 不能无条件的避免赎回 此金融工具 你不能避免的赎回 让你赎就要付现金 如果一项合同 除准则规定为 分类为权益工具的特殊金融工具外 就是我们有特殊的金融工具 虽然它是属于金融负债了 我确实要付 但是特殊的 就认为它是属于权益工具 说这个除外 那特殊的金融工具部分 我们后面也会谈到 如果说一项合同 使发行方承担了 以现金或其他金融资产 回购自身权益工具的义务 即使发行方的回购义务 取决于合同对手方 是否行使回收权 有时说他把这个东西 再卖给我们 我们发行方再卖给我们 那发行方应当在出示确认时 将该义务确认一项金融负债 因为不可避免付现金 其金额等于 回购所需支付金额的限制 因为确认金融负债金额怎么反应 你最终要回购 算限制 如果发行方最终 无需以现金或其他金融资产 回购自身权益工具 那应当在合同对手方 回收权到期时 将该金融负债账账面价值 重分类为权益工具 他又不回收了 那到时候再分为权益工具 那比如说 现在一个人向我们这公司投资 投资呢 说占这公司持股比例 比如说百分之二十 那合同里面签了 如果我这公司 比如说做什么IPO 要是不能上市 那就得他有回收权 把他原来投资 按照一定利率算的利息 你都得给人家 我们当时啊 是接受人投资了 结果人有回收权 那你不可避免付现金 你做IPO不能上市 要给人回收 人有回收权 那就进入负债 那如果说最终 不用不用回收 那你再是权益工具 所以会有一个 说是金融负债 重分类为权益工具的事情 可能当时呢 根本不符合权益工具定义 分类为金融负债 那最后他已经是符合了 那就权益工具 那接下来看一下 教材的例期 甲公司发行 无固定到期日的中期票据 募集说明书中约定 在中期票据存续期内 单独或同时发生 下列应急事件时 应即刻启动投资者 保护应急预案 召开持有人大会商议 债权保护有关事宜 一 本公司发生 未能清算到期债务的 违约情况 第二呢 本公司发生超过净资产 10%以上的重大损失 而且足以影响到 中期票据的按时足额退付 第三呢 本公司做出减资 合并分立解散 或申请破产的决定 第四 其他可能 引发投资者重大损失的事件 如果有这些 那你要召开持有人大会 商议债权保护 有关的事宜 那发生以上情形的 持有人大会有权要求 发行人回购 或提供担保 发行人 发行人母公司 发行人下属子公司 债务融资工具 清仓债务成绩方等 重要关联方 那这些都没有表届权 你就是必须得提供这种 回购或者担保 那些与他有关联的 没有表届权 持有人大会 召集人应在会议表决截止日后 第一个工资日 将会议决议提交至发行人 并代表持有人 及时就有关决议内容 与发行人及其他有关机构 进行沟通 持有人大会 会议决议要求发行人回购 或提供担保的 那发行人的应无条件接受 就必须要接受 那你这个时刻出现这些问题 不可避免的要求 人家有回收权 那我们就要进行这种回购 说除上述外 不考虑其他情况 那这个例子里面 如果假公司发行人 未能清偿到期债务 发生超过净资产 百分之十以上重大损失 且影响中期票据 暗示资格兑付 做出减资合并 分离解散或申请破产的决定 以及发生其他可能引起 投资者重大损失的事件 因为有这种保护机制 召开室友人大会 所以由于未能清偿 到期债务等应急事件的发生 不是由发行方控制 那你这个他控制不了 出现这些事情 发行方控制不了 但是呢这些 应急事件一旦发生 那你持有人大会 就要求发行人回购 或者提供担保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假公司作为该中期票据发行人 就会看到呢以后 不可避免的交付现金 或其他金融资产 只要是避免不了 交付现金 或其他金融资产的 我们应该把它确认为一项 金融负债 说这个问题 那下面呢 强制付息 借金融工具发行方 被要求强制支付利息 你要必须支付 强制支付 不可避免的支付 我们看一个题目 企业发行面值 1亿元的优先股 要求每年按7%的股息率支付 优先股股息 则发行方承担了支付 未来每年7%股息的合同义务 那你要支付这个有 不可避免付现金 所以就要把它确认为金融负债 我们再看下面一个例题 企业发行的一项永续债 无固定还款期限 且不可赎回 每年按9%的利率 强制复息 那还是复息 虽然说永续债 告诉不可赎回 无固定期限 每年按9%强制复息 复息也就是不可避免的支付现金 所以同样符合金融付来的定义 下面我们看二 如果企业能够无条件的避免交付现金 或其他金融资产 那你分类为权益工具 说有这种复息的事情 支付鼓励的事 但我能够避开心 你要根据相应的意识机制 说第一 能够根据相应的意识机制 自主决定是否支付鼓励 那就说 既无支付鼓励的义务 你可以决定 说我不付 可以不付 同时所发行的金融工具 没有到期日 且持有方没有回收权 或随有固定到期日 但发行方有权利 无限期的递言 我给他能够避开 那就没有支付本金的义务 那这样的话就没问题了 就是说 我可以自主决定支付鼓励 我不支付 那避免支付利息 本金部分 我想让他延期就延期 那这个不构成这种负债 我们再看第二 如果发放鼓励 由发行方根据相应的意识机制 自主决定 则鼓励呢 是累积鼓励 还是非累积鼓励 本身 均不会影响 该金融工具 被分类为权益工具 就是我不发鼓励 那我不用付现金 那你别管这个鼓励 是累积非累积 反我不发 你不影响它分类为权益工具 我们看提示 对于鼓励这个问题 有鼓励制动机制 还有推动机制 制动机制说的 不宣告支付优先国鼓励 你就不能宣告支付普通国鼓励 制动 你只有说 想支付普通国鼓励 必须先支付优先国鼓励 那鼓励推动机制是说 我要是只要宣告支付普通国鼓励 必须要付优先国鼓励 那这样的概念 发行方根据相应的意识机制 能够自主决定普通国鼓励支付 因为你是属于普通国鼓动 我自己有权利 可以决定 这部分鼓励到底发还是不发 则鼓励制动机制 或者是推动机制 本身均不会导致相关金融工具 被分类为一项金融负担 那这一次就说 我只要是不分普通国鼓励 我可以不宣告分配优先国鼓励 我方我也不支付普通国鼓励 你推动机制说 我要是宣告普通国鼓励 必须支付优先国鼓励 我不做这事 那这样的还是把它分为权益工具 我可以避免的支付吗 这不用鼓励 好看一下教材的利益8 假公司发行了一项年利率为8% 无固定还款期限 可自主决定是否支付利息的不可累积永续债 其他的合同条款中下 就是我们在进判断时呢 肯定要考虑合同条款工具特征嘛 而第一 该永续债 欠入了一项看涨期权 允许假公司在发行第五年 及之后以面值 回购 该永续债 现在都是看涨期权 那第二 如果假公司在第五年末 没有回购该永续债 则之后的票须率增加至12% 那就说利率 原来8% 现在提高到12% 把这个叫做票息递增 那第三 该永续债票息 在假公司向其普通股股东支付股利时 必须支付 就是股利推动机制 你要支付普通股股利 利息要付 如果说你不支付普通股股利 利息可以不付 假公司根据相应的意识机制 能够自主决定普通股股利的支付 如果该公司发行该永续债之前多年来 均支付普通股股利 那你以前支付不支付 我不管他 只要说我能够自主决定 不支付普通股股利 我有这种权利 利息我就不付 那就能够避免支付利息 那这个例子里面 尽管假公司多年来均支付普通股股利 但由于假公司能够根据相应的意识机制 自主决定普通股股利支付 我就说我可以不付 那利息就不用付了 对假公司而言 该永续债并未形成支付现金 或其他金融资产合同意义 那虽然合同里面说 五年末行使回购权 但假公司并没有回购的合同意义 没有回购就可以说 我不用付现金 如果没有其他情况导致 该工具被翻了为金融负债 那就是永续债整体翻了为权益工具 我们是可以避免的 那同时呢 虽然合同中存在利率跳升这个安排 但该安排呢 也不构成企业无法避免的支付义务 那就是说有这种笑声 我们后面啊 在永续债里面还单独有一段 谈这个问题 跳升不能无限期跳 跳完就可能跳多了 一个过程间接义务 那你要支付了 因为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到那时候再说 所以一般的 反正你正常的跳升 没问题 我们这些都认为是能够避免的支付 那就是分类为权益工具 那接下来我们看三 判断一项金融工具 是划分为权益工具 还是金融负债 不受下列因素的影响 说以前实施分配的情况 我们前面的例子也看到 说以前分股利 以前是以前的 我们现在是说 按照意识机制 能够避开就行 还有说未来实施分配的意向 那第三 相关金融工具 如果没有发放股利 对发行方普通股的价格 可能产生了负面影响 那第四呢 发行方的未分配利润等 可供分配权益的金融 那第五 就是说 发行方 对一段期间内的损益的预期 第六 发行方是否有能力 影响其当期损益 这个不管他 不受下列因素的影响 那接下来第二 而是否交付固定数量的 自身权益工具结算 那就说 有的结算需要交付 自身权益工具的 我们也是要会判断 到底是属于金融负债权益工具 我在前面也谈到过这个问题 那所有者权益体现的剩余权益 划分为权益工具的发行金融工具时 就要能够确定美股净资产的金额 美股净资产也是很重要的一个 概念指标 普通股 发行在外的美股净资产数 如果你发行的时候就明确了 能够确定美股净资产多少 体现了剩余 那它就是一个权益工具 否则的话呢 这个就是一个现金的替代品 虽然说 以自身权益工具结算 它只是一个现金的替代品 就是明确这个事情 所以我们具体看 第一 基于自身权益工具的非衍生工具 前面谈到像普通股 要明确的能够转换成多少普通股 那你优先股转换成多少普通股 股数固定权益工具 股数要不固定就是金融负债 那股数不固定 没有办法确定美股净资产 我们看一下教材的例究 甲公司与乙公司签订的合同约定 乙公司预先向甲公司支付是100万元 甲公司在未来约定时间 向乙公司交付100万元等值的自身权益工具 现在说甲收到乙的100万块钱 甲呢以后要把他的股票给乙 这就交付的是自身权益工具 但是现在说交付量多少 不知道 如果这个量是可变的 那他就金融负债 因为现在是甲有义务 把自身权益工具交付给人家 我们看这个例子里面 甲公司合同义务 金额数100固定 因为收到了这么多的现金 但交付自身权益工具数量 随着权益工具 就是自身股票价格变动变动 我们前面也多次谈过这个问题 你股数现在不定 说100万 每股是20块钱的话 5万股就够了 要是每股5块钱得20万股才够 你股数不固定 是可变的 那是金融负债 但要是说 以后交付的 就是20万股股票 那就权益工具了 我现在说到100万 以后给义公司的股票 就是20万股 那就是权益工具 股数只要不定的话 那是金融负债 我们再看历史 甲公司与义公司签订的合同约定 义公司预先向甲公司支付120万 那甲公司呢 在未来预定时间 向义公司交付 与100盎司黄金等值的自身权益工具 说这个呢 100盎司黄金等值 随着黄金的价格变还得变 你得能够跟100盎司黄金等值 那当然 股数也没有定 那你最终还是随着 自身普通股的价格的变动 而变动相关 那这里面因为120盎司等值黄金 我们前面的例子说就是100万块钱 等值黄金价格在变 但你股票价格也在变 既然在变 股数就是可变 如果交付自身权益工具 你股数是可变的 一定就是金融负债 这是我们这边说金融负债 那当然前面谈到金融资产 是你收到自身权益工具 如果股数定 它是充减权益工具 比如说我们真正反映到库存股的 是所有者权益减少吗 那就充减 而这块说的是交付 承担一种义务 要是可变的金融负债 那我们再看一下例十一 甲公司发行了名义金额 人民币100元的优先股 这是名义金额100块钱的优先股 合同条款规定 甲公司在三年后 将优先股强制转换为普通股 那转股价格 为转股日前一个工作日的普通股市价 这样我们看 转多少股普通股 普通股是假的自身股票吗 自身权益工具 没定 按照呢 转股日前一工作日的普通股的市价来定 那股数就是可变的 可变的那你强制转换优先股整体就是一项金融负债 如果说转换的股数 衍生工具 前面说的非衍生 你再看衍生的 衍生工具固定换固定 就是现金固定 股数固定 权益工具 其他的情况 那都是金融负债 比如说股数没定啊 或者现金也没定啊 或者两个都没定死 那就金融负债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教材上的例十二 假公司于17年2月1日 向乙公司发行 以自身普通股为标的的看涨期权 那根据该期权合同 如果乙公司行权 乙公司是有权利的 他买入的 那对于假这边是一个牵出期权 那假的这边收钱 乙公司有权以每股102元的价格 从假公司购入普通股市1000股 我们再看一下其他的有关的资料 那第一个合同签订日 17年的2月1号 行权日是欧式期权 18年1月31日 欧式期权说的是到期时行权 这叫欧式期权 那第三 18年1月31日 应支付的固定行权价格 那也就是说 乙现在是行权价格是102 那一共是1000股 你要真正的行权的时候呢 就是102 乙是102的价格去购买 第四 期权合同中的普通股数量是1000股 第五呢 17年2月1日 每股市价是100 那第六 17年12月31日 每股市价 104 18年1月31日 现在是行权 说这个每股市价104 第八 17年2月1日 期权的供应价值是5000 这是17年2月1号 当时呢 是甲收到了5000块钱 那第九 17年12月31日 期权供应价值3000 第十呢 18年1月31日 期权供应价值2000 我们这例子主要就要进行说明 甲呀 现在收的这5000块钱 你到底是把它确认为金融负债 还是属于权益工具 主要关注这个问题 那将来是说 涉及到要用的是自身普通股结算的事情 因为以公司有权 以每股102的价格 从甲公司购入普通股1000股 那这1000股呢 是甲公司股票 我们看情形一 分几种情形来看 期权将以现金净额结算 用现金净额 那这一看啊 不是以自身普通股结算 付现金 那这种情况肯定是金融负债了 这没什么好处的 所以我们看说 在现金净额结算的约定下 甲公司不能完全避免 向另一方支付现金的义务 那你避不开 因此应当将该期权 划分为金融负债 不可避免付现金了 那甲公司会计处理 在17年的2月1日 说确认发行的看上期权 实际收款是5000 代方衍生工具 那这个呢 就是要放到负债里面去 所以代衍生工具 这是金融负债 那衍生工具如果在借方 比如你要买入看涨期权什么的 你借记衍生工具 在银行存款 那它实际上就像金融资产 那第二呢 17年12月31日 确认期权供应价值减少 因为17年12月31号 那这里面啊 期权的供应价值3000 原来是5000 减少2000 借衍生工具 代供应价值变动损益 那这个也是供应价值变动 即当时损益 供应价值变动损益2000 那18年1月31日 确认期权供应价值减少 那又减少1000 借衍生工具 代供应价值变动损益1000 在同一天 乙公司行使了该看涨期权 说以现金金额方式结算 看看啊 那假呢 说有义务向乙公司交付的是 因为股票价格每股是104 你应该要交付的是 1000股乘以104 十万四千 以因为他是一个买入的看涨期权 他有权利买股票 就是每股102 所以这样他真正的是102乘以1000 如果他要买他付这么多钱 那最终 假呢就要向乙 支付吗 2000 因为本身104 你他要买自己股票就付104 但是 那相当于你要卖给乙的话 给乙能收到102 所以最终实际付出金额2000 不可避免付现金 所以是金融负债 借方的衍生工具 代银行存款2000 这是情形一 我们再看情形二 期权以普通股净额结算 那这个我们在前面也曾经谈到过 比如说确认金融资产时 金融负债时也都有过 以净额结算 看最终多少多少股 那这种我们交付的自身普通股数量不定 所以当然 还是要把它确认为金融负债 普通股数不定 那这个股数呢 你要交付的 你想 行权日美股的价格 因为乙的行权是102 行权日美股价格肯定比102多 这是美股多的 那是乘以1000 那一共是1500 有这么多 差价 除以行权日美股的价格 所以这叫交付的普通股净额 股数不定 那它就是一个现金的替代品 所以是金融负债 我们看 除期权 以普通股净额结算败 其他资料与轻行级相同 甲公司实际向乙公司交付普通股 数量呢 也就说 因为最终那期权的空运价值2000 而这一天 普通股的股价 每股是104 除104 19.23 要交付这么多股数 股数不定 股数不定 金融负债 但这个实际交付是19 因为没有那23股 0.23股没有 剩下的 0.23乘以104 24 余些的要付现金 以现金来进行支付 那我们看呢 原来开始的时候都是一样的 我们衍生工具收钱 对于甲公司 借银行送款代衍生工具 也是金融负债 就明确的一定是金融负债 那后面的衍生工具 供引价值变动 也都寄到供引价值变动损益中 现在到了18年1月31日的处理 跟前面不同 借方衍生工具2000 要冲掉 代股本19 负现金24 那最终差额是资本公积 股为一家 所以要明确的这件事情 以普通股进额结算的 交付自身普通股的数量不定 那是属于金融负债 再看情形三 期权以普通股总额结算 不是进口 也就是说是乙 每一股102乘1000股 向贾交付现金 贾就给乙1000股普通股 那我们看到 股数固定 现金数也固定 那这种情况就没问题了 就是说乙的那边 102乘1000 买假公司的股票是1000股 股数固定 现金固定 这是权益工具 权益工具 我们在核算的时候 你就不放到衍生工具 衍生工具反映的是 衍生金融资产 或衍生金融负债 那第一个 17年2月1日 确认发行的看涨期权 借方借记银行存款5000 代方 其他权益工具5000 其他权益工具 说的就是 发行的是属于权益工具 但并不属于普通购物 我们反映到 其他权益工具 因为这说好了 是一个权益工具 那第二 17年12月31日 由于该期权合同 确认为权益工具 你无需就该期权的 供应价值变动做处理 就不动 而17年你就没有分路 它不像说 衍生金融负债 供应价值变动 即供应价值变动 所以没有这关系 其实大家也都知道 如果是发行股票 我们收到现金了 以后股票价格 再发生什么样的波动 我是不管的 你发行股票 每股10块钱收到现金 说是下一天涨到11 那你高兴就行 不用进行处理 但我们看第3 18年1月31号 以公司行权 我们现在实际收到的 10万2000 那你借房借银行存款 10万2000 把其他权益工具 5000充了 收款的是借银行存款 贷股本1000股 差额是资本公积 股本一家 最后把其他权益工具 那再转到股本这里面来 形成股本 资本公积 股本一家 因此这个情形三 实际上它就是一个权益工具了 股数固定 现金固定 那我们接下来看下面的一个单选题 22年7月1日 甲公司发行了200万份优先股 每股面值100元 年股息率为5% 该优先股无期限 无赎回机制 但将在五年后强制转换为普通股 该优先股是否发放股息 需经甲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批准 如果优先股股东不派息 则普通股股东也不能分配股力 这是什么股票的制动机制 甲公司在判断该优先股 应划分为权益工具 还是金融负债时 下列各项因素中应考虑的是 A未来实施分配的意向 B以往类似工具的股力分配情况 C将优先股转换为普通股的价格数量条款 D发行方对一段期间内的损益的预期 那我们知道ABD这些都不是你考虑的因素 但是将优先股转换为普通股的价格数量条款 就是能够影响到转换的股数定不定 你转换的股数要是确定的 是权益工具 是可变的金融负债 所以这个C是正确的 那这节课的内容 是权益工具金融负债的区分 我们应该要知道什么是金融负债 什么是权益工具 金融负债不可避免负现金 或其他金融资产的合同义务 你权益工具 那要求股数固定 要是衍生工具是股数固定现金固定 如果不是这种情况 不是权益工具金融负债 这是自身权益工具结算 也要注意进行区分 好那这节课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